天气渐渐变热了 三只国小附设幼儿园 日前因为冷气年久失修 小朋友常常热到身体的皮肤发痒 那么有些小朋友甚至还常常抓到 皮肤破皮产生伤口 因此这个市医员郑宇恩 特别协助他们更换冷气 还一并地检视幼儿园的门口动线 楼梯高度扶手设置是否符合规范 希望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三只国小附设幼儿园 日前因为冷气年久失修 导致夏天一道冷气吹不良 学生因为太热身体发痒 甚至还有把皮肤抓破的情况发生 为此市医员郑宇恩也协助争取冷气换新 另外也要一并来为附设幼儿园学生的 学习环境把关 检视门口动线与楼梯高度扶手设置 是否符合规范 希望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教育局有一个针对幼儿园的一个相关的教室 还有设置的一个标准 包括楼梯的高度扶手的高度 那今天来这边看 希望教育局针对我们幼儿园大厅的整个标准 重新的评估检查一遍 因为现场看扶手的高度是有点过高 那这个楼梯的间隔也不是很平均 所以小朋友在上下课的过程当中 就可能因此摔倒 所以我们希望教育局这边好好地来评估 这个大门口的安全跟它的相关的规定 希望是为小朋友打造一个符合规定 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施议员指出冷气赶在夏天来临之前 趁着冬天就先换好准备 就是希望小朋友在天气变热的时候 不会因为室内的温度太高 热到发痒 也因为幼儿的皮肤较嫩容易抓出伤口 希望冷气换新之后 能够让小朋友舒适地学习 今天我们到三支的幼儿园 主要针对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个幼儿园班级上面的冷气 那过去因为年久失修 所以夏天的时候其实小朋友就很容易抓痒 那就会造成伤口 那我们赶紧在上一个冬天 把所有的班级的冷气给更新 让小朋友在夏天也可以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 还有校门口的动线检视 也发现阶梯的高度不一致 以及扶手栏杆设置似乎太高 并没有符合教育局所列的规范 因此也要求教育局要现场量测记录 并且限期提出改善 借此为小朋友打造舒适的学习环境 快乐地学习成长 记住好评论三珠采访报道